非洲伊索比亚的历史古城哈勒尔 入夜后街头巷尾开始有猎狗出没觅食 猎狗成群出现正是游客等待的景象 当地有个特殊职业猎狗人专门在定点喂猎狗 只见猎狗人阿巴斯从猪肉拿出肉块 吸引猎狗接近徒手喂食 没有任何防护装备 阿巴斯七岁就开始跟着猎狗人父亲学习 观察猎狗习性 他认得出多达五十只猎狗 还帮他们一一取名 他表示当地自从有猎狗人这个特殊的职业后 多年来不曾传出猎狗伤人的事件 这个原本只是当地人和猎狗和平共处的方式 现在更变成吸引游客的表演 猎狗对围观游客和相机闪光灯毫不在意 每只猎狗依序前来 游客甚至也可以体验喂猎狗 不过这不代表猎狗已被喧化 他曾把新生小猎狗带回家养 小猎狗却跑掉 最后可能因为身上带有浓厚的人类气味 反而遭到其他猎狗杀害 中央社综合报导